哈嘍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做上課 我是Rita 今天邀請很棒的新生代創作歌手 陳偉如 大家好 縣哥好 偉如今天來 也特別跟大家介紹他的很棒的樂團 叫做 青鳥合唱團 為什麼叫青鳥 因為這個樂團是我跟我弟弟成立的 那個時候我們因為是兄弟 然後我們覺得兄弟一起玩樂團幸福 然後把這個幸福帶給大家 有種療癒的感覺 所以其實不管是一般的Lifehouse演出 或者是客語的活動演出 我們都是以青鳥的唱團來做表演 讓大家聽 青鳥這個詞 其實它象徵一個愛情 象徵幸福 像那個祝福的感覺 所以你們真的兄弟可以一起玩樂 然後家裡又支持 真的很幸福 對其實就還蠻幸運的 然後也是會 因為我們在2013年也有發一張專輯 那這個專輯也是我跟我弟弟一起完成的 是一張華語專輯 對對對 那我們也會繼續創作 因為像客語歌曲的話 通常都是詞曲我寫完 然後我弟弟就會幫我合音 然後幫我編第二把吉他 所以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就是搭配起來比較有默契這樣 就是雙吉他 對對對 所以聽說在未來新的一年 開始有一些新的朋友要加入的地方 嗯 對 就是因為 畢竟有的時候 就是像客家的活動 有時候會蠻多的 然後我們就 會希望會有一些 朋友可以幫我們這樣子 對啊 然後 因為我弟弟他在國語這塊 比較多的涉獵 所以我覺得可能之後會比較分開這樣子 對 但是還是請多多支持他們 有新的作品一定馬上跟大家分享 對 那特別你們在表演的時候 一定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有一首歌是寫你跟弟弟一起去表演的時候 是 那個場景 這首歌就是 油童花開的時節 就名字其實很一般 很像要看什麼偶像劇 油童花開的時節 發生了什麼事 對 但其實不是 其實就只是 我在寫說 其實從 創作客家歌曲開始 我們在 童花機都會 帶著吉他 跟我弟弟一起去表演 那 在表演的時候 總是會有一些好玩的事 因為很熱鬧 大家會拍照 然後 也會有阿公阿嬤 這樣子 然後他們很喜歡我們 唱歌的感覺 然後很開心 其實 就也帶給我們 很大的成就感 對啊 所以我這首歌 就是也是在寫說 就是童花的趣事 好 我們就藉由這一首歌 來欣賞 青鳥合唱團的歌聲 那也希望大家 多多支持他們 由童花開的時節 來欣賞 歌唱團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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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團的歌唱團的歌 籃歌唱團 歌唱團的歌唱團團的歌唱團 該通發貨 通發貨 有通發貨的事件 我已經從出現到故事 本來跟他 通發貨 有通發貨的事件 通發貨的事件 本來跟他 通發貨 無關是太怪 變成歌 永遠 天天追死